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的课程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在上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restricted bosom machine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它的网络结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介绍这个restricted bosom machine 好,我们还记得回忆一下上节课 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 我们结合上面两部 其实我们在这个restricted bosom machine里面 是来为了给大家模拟这个x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和a 就是我们的activation 他们的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然后我们下面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 对没有这个概率和背景的东西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joint distribution 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基本的machine learning model 它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叫generative model learning 还有一种叫discriminative learning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 这个generative learning呢 就是说我们模拟输入部分的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型一旦建好之后 它可以帮我们用来generate data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restricted bosom machine 它其实就是一种generative model 就是我们一旦把这个数据 就是学习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它来generate数据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手写的数字图片 我们把它一旦学习好这个模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去生成手工生成新的图片 这叫generative model generative learning 还有一种对应的这个 还有一种类型的学习方法 就很多算法 它属于discriminative learning 什么叫discriminative learning呢 它就是它是把输入映射到输出 然后取分成几类的点 比如说它只管classification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model 比如说我们的linear regression 它只是把这个图像 我们需要把它分成两类 我们通过适应一个模型 把它分成两类点了 但它不具有generative的能力 它不会说我们通过这个学到的模型 可以生成更多的点 只是把一些点分成 把一些就是我们的数据 分成不同的类别了 这种模型属于discriminative learning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restricted bosom machine 它其实属于generative learning 我们看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跟大家说的 我们其实是一个概率的分布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为了模拟的是 X和A的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PX这样一个概率分布 它是原始数据的一个分布图的话 然后我们Q是我们模拟出来 就是重建重新建设部分的概率分布 我们要通过算 通过对它算球积分 他们之间的插球积分 我们算出来一个叫 这个叫Kubach Label Diverge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是让我们的这个模拟的概率分布 Q不断来接近 来接近这个PX 它真实的这个概率分布 好的 那我们对它的这个 求积分 你求出来这个 我们就看 就是这个曲线它的面积 我们需要把它不断的减小 那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这个对于这个joint 就是联合概率分布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骰子这个游戏我们都玩过 是吧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赌博的时候 比如说你说 你压大和压小的话 你压大和压小 它每个点数 它出现的概率是这么分布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吧 比如说两个骰子 那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你觉得这个骰子 它几 比如说它出现7的可能性 和出现这个2的可能性 是一样大吗 那大家觉得 比如这两个骰子的话 出现哪个 它们两个的点数总和 是等于哪个数字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一个joint 就是我们把其中一个 一个骰子 出现上的点 叫做这个x1 是吧 把另一个骰子 骰出来的点叫做x2 它其实就是一个x1和x2的joint distribution 就是它们的总和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是它的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 有同学可能想说7对吧 其实答对了 我们出现7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概率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看一下 7的组合可以是很多 是吧 可以是1和6 可以是2和5 可以是3和4 可以是4和3 可以是5和2 可以是6和1 对吧 所以我们看 它出现的概率是 就作为六分之一的概率 但是我们有的 有的那个组合 就是我们的有的组合 比如说出现两点的概率就非常小 因为两个骰子 同时是达到这个1和1的时候 总和是2的时候 我们才是一个这个 才能达到这个总和是两点 这样一个概率非常小 我们只占这个 就只占这个36分之一 对吧 6分之一乘6分之一 所以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 Joyant Distribution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个图像 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图像 它其实也像素点 它也有一定的概率分布 我们把每个像素点 它其实都是一个 比如它是一个 灰度图的话 它就是0到255之间的一个 时数 是吧 它如果是黑白图的话 就是01 那对于这些每个像素点 它其实也存在一定的概率分布 就跟我们刚才这个 骰子的例子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图像 比如说上面这次图像 是一些手写数字的 一些图片 是吧 然后呢 对于我们下面这个图像 我们是一些 看似可能是一些人像 或者是动物的头像 这样一个图片的集合 是吧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Restricted Boswell Machine 它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我们正向更新的时候 从我们输入层 给定的input 根据权重 我们正向更新的过程 在这个图像 或者说 在我们这个概率分布中 其实它是个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给定这些像素 因为我们应有这个input data 就我们有输入的数据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给定像素了 给定这些像素以后呢 权重应该送出一个更强的信号 给大象还是狗 什么意思 有的人说 哪来大象和狗 就是说 我们这个图像 假如说 这可能是人脸或者是狗 或者大象 看不清 假如说我们这个图片 它是来自两类 就是一类是狗的图片 一类是大象的图片 那么我们想 我们这个学习的目的是要区分大象和狗 就是给一张新图片 我们要区分它是大象还是狗 所以我们这个正向更新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给定这些像素点之后 权重 就是我们在这个network中 每个每两个连接点之间连接的这个weight 也就是它权重对吧 它送出的应该是 送出一个更强的信号 是给大象还是给狗 这是我们正向更新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我们正向更新完之后 大家记得这个restricted bosom machine 它的特点就是 在我们更新到最后一个隐藏层之后 因为我们没有ground truth 我们没有真实质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反向来更新 对往回更新是吧 我们用的还是同样的权重 但是我们的偏向会 我们重新来 出使新的偏向bias 我们重新从最后一个隐藏层 更新到输入层 在这个反向更新的过程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反向更新的过程中 等于说我们已经 给定大象和狗 我应该期待 什么样的像素分布 它是一个反的过程 正向是我们给定这些像素 我们权重应该 送出一个更强大的信号 给大象还是给狗 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weight 是吧 它给下一层传递的时候 应该是传一个更强的信号 还是更弱的信号 给哪个信号更强 给大象还是给狗 但是反向更新的过程 就是我们给定这些class 就是我们的这个标签 然后呢 我们应该期待得到 什么样的像素分布 所以我们通过多次这样循环 迭代的过程呢 我们就可以不断训练 我们的这个weights和bias 让我们的这个模拟的 这个joint probably distribution 就是它的这个概率分布 更接近我们真实的概率分布 这就是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它的一个基本概念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一个一个代码 因为之前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给大家介绍 我们neural network里面 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如说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gradient descent 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还介绍了这个里面各种来抵御这个overfitting的technique 我们regalization啊什么的 这是作为神经网络中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我们神经网络有很多很多变种 但是它这个核心是不变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讲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的时候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有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讲这个细节了 我们只是把这个我们调用什么样library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用我们这个 因为在这个python里面这个sklearn它提供了非常方便的neural network 关于这个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它的模型 所以我们就直接调用它的library我们来进行运算 我们就不跟大家详细解释它的实现过程了 这是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我们对基本的neural network花了很多时间给大家解释它所有核心的算法 并且我们跟大家详细解释了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算法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在python的实现代码里面 我们如何根据这个python 这个sklearn的这个cool来调用这个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这种算法 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来看一下代码 因为我这个notes上的代码跟以前是一模一模一模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read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套代码 我们在如何在python中使用这个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那这个数据集我们是我们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这个例子中我们是用grease-skilled image 就是我们用的是灰度图像 然后呢 这个图像的大小 像素大小就代表这个图像的灰的程度或者说白的程度 然后呢 我们这次原来一直用的是这个普通的neural network和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这一节课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使用这个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叫Bernoulli Bernoulli 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它和这个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的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就是说Bernoulli的模型它的输入和输入它都是二维的 就是都是一个二元化 就是零或一一个binary model 所以它是从这个Bernoulli的概率分布而得名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所以我们这节课可以通过调用这个sklearn里面的neural network下的Bernoulli RBM就是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如何来extract的feature 好 大家记得我们最大的不同 这个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它就是说我们是一个unsupervised learning 也就是我们是没有ground truth data 是吧 可以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作为feature learning 就是说我们可以 它不是作为直接来做classification 不是直接来分类 它是可以用来学习一些feature 就是我们哪些feature 哪些特征它更有区分性 这个RBM它只是用来学习feature 在我们学好这个feature之后 我们可以学好这个特征之后 我们可以用我们任意的这个分类器来分类 它可以不是直接做分类 是用来学feature 学特征点的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其实是结合了这个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来学习feature 然后我们后来用用分类的方法 是用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来进行分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导入一些我们需要用的这个package 我们用这个numpy 然后呢这是我们一直要用的这个关于决定的计算 然后我们后来要画出它一些方程 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个matplot library 来进行这个画图 然后呢我们后面呢要进行这个convalve的运算 所以我们从这个sipy里面来导入这个convalve这样一个运算 然后呢我们通过sklearn里面导入这个linear model 还有我们的数据集 还有我们的衡量标准 在这个我们用的方法这个验证方法是cross validation 我们可以把这个train和testasplate开 然后呢我们这个neural network呢 它是把它把它就是它里面是自带的一个一个算法 它的实现就是bernoulli的restricted Boston Machine 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pipeline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define一个叫nudge data set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学习这个手写数字分类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数据集不是为了训练集为了手工的扩大 我们不是把它 大家还记得我们把它每个像素点分别向上下左右的方向移动一个像素 把它手工扩大 其实这也是相似的例子 在这里面我们就是定一个叫direction vector 就是我们有四个这个metrics 四个矩阵 然后把它上下左右移动 把这个原始的数据集来扩大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它是produce data set of 5倍的更大的数据 好 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load我们的dataset是吧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移动之后呢我们就产生了这个x和y 然后呢我们返回的就是一个扩大后的数据集 在扩大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用一个digits 也就是我们loaddigits是吧这是我们一个也是一个手写数字识别的这样一个数据集 然后呢我们把它 把它把x这个变量把就是之前的这个digits里面的data 把它里面的数据用这个把它填充作为一个初始化的囊牌 array 就是我们的这个囊牌下的这个矩阵 然后数据类型是float32 然后下面呢我们通过这个xy啊 然后xy就是我们刚才所调用的这个nudge dataset这样一个function 它返回的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feature x就是我们扩大数据集之后的feature它的特征 然后这个y呢就是它的label是吧 就是它的这个每个像每个那个图片它的实际label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它的值转化在这个1之间是吧 我们做了一个scaling就像一个转化就是每一个值减去它的最小值 然后再除以这个它的最大值 然后再加上0.001 所以我们是把它转化到这个001之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局拆分成这个extreme xtest ytreme和ytest 分别是这个训练器里面的这个x和y就是我们的这个feature 也就是它的这个特征值 然后呢yy就是这个训练里面的这个label 然后xtest呢是我们这个这个测试机里面的x 就是它的特征值 然后ytest就是我们test测试机里面的这个label 它的特征它的这个它的标签啊 然后我们通过调用这个train-test-split的这个方程呢 我们把它分成这四个部分的数据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用的model呢 我们要用这个logist regression是吧 我们用是调用我们之前的这个导入的这个linear model里面的这个包是吧 它Python里面自带的sq里面有个linear model的包 然后linear model这个包里面它有一个logist regression 所以我们先建立我们的这个模型用的是logistic 结果可以重现上次的结果啊 然后呢我们的classifier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我们看啊 pipeline 然后里面它指的就是pipeline就是一个流程 里面的steps 我们就通过把它指定为这个restrict possible machine是吧 证明它前面的方法都是用restrict possible machine来进行训练 也就是它学习feature的过程是这个restrict possible machine 然后在最后一步我们做这个classification的时候 区分分类的时候我们用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就我们刚刚用的这个model 对吧 好了 那下面我们设定具体一些参数 也就是我们这个在rbm里面我们的learning rate是0.06 然后我们这个其实这些参数大家可能好奇是怎么来的 这是我们根据这个grade search 就是说我们实际设了很多很多参数 看他们的两两的组合哪一组的学习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在学习之后呢 我们就为了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把学习好的参数直接设置在这里面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iteration呢 它的次数是20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restrict possible machine 里面还有一些参数就是它的number of components 我们用100啊 然后这个logistory regression里面它有一个参数c 我们设为6000 好 那么在这些参数设定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训练我们的model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classifier是吧 就是我们的训练好的model 然后我们calfit就是来适应这个模型 我们传认的这个参数就是xtrain和ytrain是吧 训练的这个特征值和这个标签 然后呢我们下面就开始这个train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是吧 上面这个是这个我们的classifier 下面我们开始logistic regression它的classifier就等于linear model是吧 然后我们调用它底下的一个一个function叫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我们让这个c这个参数等于100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logistry classifier 所以上面我们是train的时候我们学习这个feature过程 下面我们是开始来做classification 来找它的这个分 通过logistic regression作为分类器 然后我们来训练这个model 然后训练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就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using rbm features 是吧 我们预测出来这个xtest 通过xtest预测出来这个y的结果 然后我们后面把它的这个结果分别plot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运行一下这个程序来看一下它的结果啊 我们看这些程序在打印每一部的这个每一轮iteration的时候 它花的时间啊和这个likelihood它的值是多少 因为我们用的是概率分布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它估计的这个likelihood的值啊 在不断更新 从这个-20更新到-19 好 我们稍微再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大家记得我们还是通过人工的方法来把这个训练集扩大了一下是吧 对 大家看到这个程序还是要花一段时间 好 我们看到我们这种结果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logist regression中我们看到我们得到这个总的这个 这是我们学到的feature 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学到的 就是说在做classification之前我们学到的一些特征点 我们看一下啊 它可能就表示了一个数字不同部分的可能性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能像个5 它是一些边角一些特殊的边缘的一些feature 这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从rbm里面学出来的feature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准确率上我们的这个average 这个precision达到0.95 然后我们这个recall达到0.95 看这个学习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看到通过这个rawpixels我们学到的这个 学到这个precision0.77 recall是0.77比上面上的稍微低一点啊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这节课的内容 通过这个程序和这个概率的方法给大家教了一下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用作为分类用我们的restricted boss machine来作为选feature的一个例子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的 好